主席謝謝 可不可以請徐部長 部長請 徐部長你好 因為你剛上任科技部部長 你大概可不可以簡單自述一下 你過去是在哪一方面 在哪裡服務 我個人是過去都是在工業院服務 超過二十幾年 所以對產業科技的發展是比較熟悉的 你上任的職務是 公園院的院長 是的 因為我們是比較陌生 上一次那個張善政部長 才上任沒幾個月就高升行政院副院長 還沒有好好跟他切磋 科技部上一次有一個最大的一個 就是我們教育文化委員會 大家最關心的議題就是海員五號 是 那這個海員五號呢 我們當時每個立委都有發言 那個海難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要求要拿出這個責任檢討報告 是 那這個報告裡面呢 在你新的報告裡面都沒有提到 都沒有提到 那海員五號如何善了 我們甚至於要凍結你們這個海洋中心的預算 可是你這個報告呢 這裡面就講說 你這個海員五號 曾多次挺進南海 探究中沙南沙真母暗沙 曾經往來所藍色國土 取得完整的水下地形地貌資料 將有助於政府單位施政應用 然後呢 你就說這個我們希望規劃建置 500噸級到3000噸級的國家海洋研究船隊 來推動海洋科學研究研區 你先把那個海洋五號啊 對我們國家好像做了很大的貢獻 然後呢 要這個規劃 未來要設置海洋科學研究研區 但是我們都搞不清楚 海洋五號是怎麼沉下去的 有沒有一個責任檢討的一個報告出來 你這整本報告裡面都沒有提到 然後你要怎麼說服我們說 我們要怎麼支持你在這個 建造一個500噸級到3000噸級的 國家海洋研究船隊 然後怎麼支持你們 要推動海洋科學研究研區 整本報告啊 對海洋五號 怎麼沉的責任的歸屬 檢討報告 完全知之都未提 你這個報告我覺得不及格 是 我跟你報告 完全不及格 那個調查報告呢 是在這個月底會出來 正式的調查報告 什麼時候出來 那就是月底嘛 就是月底 就是月底 就是三月底 三月底 對 我們一定會出來 我們完整的調查報告 因為那裡面有一些 我認為應該是在你今天 來到立法院做事業務報告的時候 就應該要提出來了 為什麼要等到三月底 那它有一定的程序 來我請那個國務院院長補充說明一下 目前這個進度 報告委員 現在這個事故調查在航港局 現在已經經過的海事評議 是二月底召開過第一次的海事評議 那航港局表示應該是在三月底 應該會把正式報告公布 我覺得部長 你作為一個新任的部長 你如果能夠把海研五號的這個報告 責任報告拿出來 這個表示你有這樣負責任的一個風範 你知道嗎 因為今天你到立法院報告 你三月現在三月中跟三月底 有什麼差別 可以要求他們盡快提出報告啊 那你怎麼跟我們講說 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 要規劃什麼樣的願景 海洋中心 到現在為止我們立委都還是很納慢 海研五號是怎麼失事的 怎麼發生海難 誰該負責 船長該負責還是誰該負責 然後你現在又給我一個什麼新的願景 這個我們是真的聽不下去了 是 謝謝 那個我們報告出來馬上會給委員看 那我們一方面就是檢討報告 另外一方面就是 將來怎麼樣去建置這個500噸到3000噸的船隊 然後還有管理怎麼樣子的一個營運的船隊 我們是要 我們立法委員關注的是 你這個海研五號是在102年 102年正式營運 沒有幾年不到兩年就成了 不到兩年就成了 這個浪費國家之眼 號稱有這麼先進的一個設備 浪費國家之眼 我們立委是這樣的一個角度 那我們真的是實事求是 是 我們也非常遺憾 幫人民監督這個荷包 那這一艘船只有兩年 你在這邊一直講說 這個已經完成了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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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國家很重大的建設 這艘船只有兩年的時間 兩年的壽命 是 所以我是比較關心這個 那第二個呢 我們科發基金 將來在我們原住民地區 有一個什麼無限寬屏網路建設 這個部長你是不是 這個 我們是有這個計畫 科發基金的部分 是 科發基金 這個原住民的無限寬屏建設 當時是在桃園縣的復興鄉 作為一個示範基地 那我們是希望能夠普及到 原住民的整個鄉鎮 包括它的土石流的偵測 包括它這個救災的 救災的緊急的處理 很多很多這個還有數位 一對一的教學 急救的醫療的 那這些應該是在我們原住民 最發生災害的鄉鎮 像復興鄉是比較 像仁愛鄉 信義鄉 科發基金 那你們是這個 這個是怎麼運作的 那原住民委員會是怎麼配合的 可不可以來說明一下 是 我想我這個請科技會報的 黃沐之密他非常清楚這個案子 跟我也說 報告委員 那個我們從兩年前 就在復興鄉 有推動一個這樣的一個 Wi-Fi的建設 然後後來就用 世紀服務基金裡面 又變了 目前是變2億元要做推廣 你們科發基金是有2億元 是一個6000多萬是擺在 延民會嘛 是吧 就是未來的3年有2億 會編入那個我們的這個 剛才講這個 無限寬屏的建設在原民鄉 是那個是針對原住民地區嗎 對 針對原住民地區 對原住民地區 就在原住民地區 那你現在科技部 你們現在主要的負責是 我們這位先生長 林市長 請次長 好 那個我想跟委員說明一下 上次也很感謝 跟這個由委員來指導 那就如這個黃沐之密所說明 原民會的話實際上是編列2億 但是我們也了解說這個錢 應該是不夠的 所以上一次在這個普及 就是這個行動寬屏的這個 的那個會議裡面的話 由我們那個行政院副院長 張副院長他主持的 那他也是提到說除了這個以外的話 要有別的錢來搭配 那我們也跟這個原委 原民會的那個代表 實際上也在我旁邊 副主委的話我們也談到 就是說怎麼樣來配合 把這個做好 那那個也要來縣市一起來做 所以在這一方面的話 我們那個行政院的張副院長 已經有指示 那我們會全力配合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原委會實際上 他們的承辦能力比較薄弱 所以也需要這個 經濟部工業局這一邊 還有我們科技部一起來幫忙 那我們一定會全力幫忙 把這件事做好 那本席是認為啦 這個既然有這個行動寬屏 無限匡頻網路建設 再從科發基金那邊 那邊有一筆經費來做的話 應該是針對 我們原住民地區有這一塊嘛 應該是針對常常發生災害的 就是需要緊急醫療 像緊急醫療 要通訊都能夠接得到 還有救災的這個方面 那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中部這幾個鄉鎮是最適合的 當然也要地方政府能夠配合 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 是不是部長啊 因為我是來自全國原住民選區嘛 那我的選區很多都是發生災害的 我是希望科發基金能夠都投入在這裡 然後這個需要經濟部工業局 還有圓民會這樣的一個三方面的配合 那我是很願意擔任 這個三方面的一個協調者的角色啦 不要說到現在只有復興鄉 全國原住民地區都很需要 甚至於比復興鄉更需要的 像常發生災害的 南投縣的仁愛鄉 信義鄉 和平鄉跟阿里山鄉 幾乎每次颱風來 這些是最需要這種基礎的 通訊的一個設備 這個我想是不是說 我們這邊先把相關資料 相關資料 進一步的資料給我好不好 好 最後呢這個 我大部分呢我都是會找原住民的學者 這對我們科技部的人文學們 我們想去說給我們原住民的學者 現在在大學任教的 有個機會能夠有一個平台 能夠去拜訪部長 讓部長呢 能夠聽到我們原住民學者的心聲 研究人員的心聲 本來上一次張燦正當部長的時候 本來想組這個團隊去拜會部長 後來他馬上升官 沒時間了 所以我是想說未來 沒問題我主動的來跟委員聯絡 我們來安排這個事情 我們想說這個 我召集幾個我們原住民的學者 從國內外拿到博士的 能夠來拜會我們的部長 來討教一下 在人文科技的這個部門 我們怎麼樣 讓我們有一個機會 能夠得到一些我們科技部的資源 然後做相關的 我們原住民的 比較需要的這種研究計畫 是 好不好 我來安排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